處理生命,我們每個都要處理 就像我一樣,我都一樣,有時有些情況 其中一件事和最無關的就是心急 但因為心急都會令到我們急躁 就會不彰顯神的榮耀 這件事在很多人來說,可以說是很難的 工作很忙,在這個情況下,每天都很匆忙,很壓力的時候 他都難於將來實在榮耀,也難於有成年人報 難一些在那些情況下,會難阻到 但如果他能夠快急,這個是很大的成功 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未曾去到,沒有人去到一百分 每個人都在去到一百分之間 但我們會看到第一,低層次處理生命 起碼第一,不會大罵、大哭、大叫 開始處理,最低層次的步驟 下一個層次就是內心受到影響 雖然他不大罵、不大哭 但心就激氣、怒吵、開心、煩惱 這樣的時候,裡面其實就受到影響 裡面就沒有力量,可能表面就OK 但總之他就會飄忽,一時一樣 他的重擔是會影響他,一方面影響四年人報 另一方面是影響他的說話 為什麼呢?當人不開心的時候 自然那些說話就會帶有些刺 就會一時擊下人 生命就會受影響 所以第二個層次就是內心裡的那種病情 再高的層次就是任何少少負面的東西出現 立即留意到,而很快處理 這就是再高層次 當然,分層次可能還分得這麼細細都可以 但這種就是說,我有少少不喜歡他 立即覺得,為什麼我不喜歡他呢? 就是有時無緣無故 就是有時最不好的原因 見到他不順眼,當然就是不喜歡他 聽他說話,不喜歡他的Style 或者他跟我們有些競爭性 他的性格有些不好 我們見到就不順氣了 這個入是要處理的 就是說,他不好是他的事 為什麼我要拉上身呢? 這個點就是這樣 他不好,為什麼要因為他受影響 以至我發揮不到神的一面呢? 因為是不值得的嘛 我們的生命的提升是很高度很高度的 去到一個 就是你想像我們每一次 如果有些人請我們去為他祈禱 哇,然後整個人都鬆了 生命更新又提升 那我們就這樣 譬如這個禮拜我都見過不同的人了 就是 一次就是一個是 他是 怎樣呢? 他是有十七年 十七年的那個 就是一個懼怕症 其一套呢 整個人就鬆了 但是他需要跟進 繼續跟進 那些人 他覺得 他覺得 當時還喜樂 我們還涉獲他的喜樂 他說他很開心 因為為什麼 十七年之前他有開心 那時候他很開心 他是一個喜歡玩的人 喜歡和人交往的人 所以那時候很開心 但是呢 自從他有了這個懼怕症之後 他就開始沒有笑 因為很緊張 因為做不到工人 但是呢 他說 我開心 真的好像 經歷了十七年之前 開心 這是其一 第二個例子 另一個人 就是他家庭裡面有很多傷心 來到 我住那裏 接著我去祈禱 祈禱又是 會有一些力量去面對他的困難 如果我們 見親的人都是這樣一個個提升 你想想 你提升的人數會多重要 如果你們每個都把一些見證放在網上 跟著有很多人找你 你有自己開你的小組 除了這裏之外 你在家裡開小組 又有些人聚集一起 又見到一個群體 這樣的時候呢 每一個人的發揮是實際上過限的 你一連幫的人真的很多 你想想 如果你 即是當你做開 就有條腦的 那你就陸續有人生氣了 即是有些人聽到你 可以找你幫這個人祈禱 或者探病人 那你就會陸續 那你陸續的時候 那個提升很高 那何必 因為有些人 即是有些人 他真的長期都是有問題的 他不好就不關我們事 為何我要受到營養 這個觀念 所以我們希望放在心裡 但我又祝福他 但我祝福他之餘 我就不給他影響 所以先說到三個層 一個層次 就是去到大鬧大哭都能處理到 如果再低 就是無論如何都會大鬧大哭 然後呢 就提升到一個 就是說 外面又沒有 不過裡面有時候是經濟 不開心 到最高的層次 就是處理到裡面 稍微有一點點的東西都可以留意到 然後再去到一個高層次 就是 心如止水 沒有所謂 不要緊 整天都 那些喜樂總流 不要緊 什麼都影響不到 什麼都處之太嚴 又真是聖靈那種 流不在 你一鬆的時候 是完全不同的 整個人鬆了 很容易流過 我自己也是 很快 我騎到 我都發覺 當對方 就是放鬆 一放鬆的時候 那個能力是即時的 剛剛在星期日 那個婦女 她都告訴我 她說 很快 即一按手 即刻 就很強烈的能力 因為她下一次騎到 她就投入 所以我們自己 又學到的方法 怎樣幫她投入 然後她就經歷 又告訴她 神那麼好 你就保持了 她就保持 又處理生命 又懂得教導她 然後她就提升 我們提升的人 不一定要屬於我們的群體 我們接觸誰 就提升誰 在提升的時候 那個人又慢慢提升 你又幫她去 幫更多人 你想想 你這樣幫的時候 你真的越幫越多 而我們去教會 不同教會 去幫那些人 我們做不做任何事情 令人覺得 我們會拔人去自己教會 任何事情都不要做 因為這個就會難了我們的事項 總之去到哪裡 將來我們去哪個教會 你又去幫她 祝福了 又提升了 但我們樂意幫 繼續幫助她提升 她提升之後 她就應用了 在她的教會裡面 可能越來越多教會 想我們去幫她 或者是長期幫 即是長期怎樣幫她 教會提升 又是宣教 你如果將來 有些上網的方法 你可以跟宣教 溝通 溝通的時候 你又可以繼續幫她 那你 你可以經常 借你時間許可 你便做到多少 那時候她會找另一個幫 你幫她 那個廣闊程度很大 我希望大家心裡 就是記掛神的天幕 而不是記掛 又記了錢 因為這些 我們根本我們都知道 我們不會禍死的 我們夠吃的了 我們地上有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都享受過了 其實你再多些又怎樣 再多些又吃不完 吃了又好吃 所以不是吃多些 而是我們時時都享受神 經常祝福人 那種的心態 全面性發揮 到將來 我們去宣教很多地方 其實你一去開 就有條路 他們就會 喂 那裡又想你去 我們去不得那麼多 那我們分派了 OK 這一小隊去那裡 去一下 這個小隊又分裂 幾個小隊又分開 即是你們將來都成為領袖 這個就是我的 目的也是神的目的 守不守 現在做得到 不是很難 不是很遠 其實 在四月我們去宣教 你就可以發揮出來 因為圖書 要來吧 我們可以去宣教 旅行 那他們在這裡 我們可以去宣教 很難 都知道 我們都可以去宣教 就不要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